美国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在阿根廷北部偏远的胡胡一省安全监控摄像头表示关切 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 中兴通讯在今年3月份于胡胡一省签订了金额接近3000万美元的监控合同 提供摄像头监控中心应急服务和电线基础设施 当地政府称这将有助于遏制街头犯罪 尽管交易的金额相对并不多 而且并未见到相关报道 但还是引起了华盛顿的关切 美国不断警告盟友不要购买中国技术 以免被中国政府用于刺探情报 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笔交易是中国技术打入拉丁美洲的一个例子 尽管美国警告使用中国技术暗藏各种危险 特别是监控方面的技术 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中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胡胡一省项目可以鼓励其他城市采用类似的技术 从而帮助中国扩大其在阿根廷的科技足迹 美国国务院西班球事务局的女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以无与伦比的规模收集和采用数据 并用这些信息来助长贪腐 支持任意监控并让反对者今生 对于这个此前不曾披露的项目 美国感到非常担心 这反映出美国正在如何详细的审视各种规模的交易 力争放慢中国安全技术在全球散步的速度 据路透社的报道 周星通讯拒绝透露该公司在拉美监视技术项目的内部资料 美国在警告盟友同时并没有提出太多公开证据加以支持 但阿根廷和中国官员都极力淡化对呼呼一项目的疑虑 5月份在省会圣萨尔瓦多 德呼呼一的一场活动上 中心通讯分公司总经理 Dennis Wang 呼呼一省省长 Giradio Morales 该省安全部长以及警方官员等等 举行了一场报告会说明这项技术是如何协助中国降低犯罪率的 呼呼一省是阿根廷最穷的省份之一 当地的犯罪率略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路透社的报道说 呼呼一省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一家中国企业挣扎重金投资当地的锂矿 中国还向位于呼呼一省的南美最大光伏电站项目提供资金与技术 当地政府称这一项目将有助于降低犯罪率 当地政府在宣布安装监控摄像头的通告中指出 现在呼呼一省可以和中国一样安全了 中国犯罪率相对较低 部分原因是由于广泛架设监控摄像头 人脸辨识软件以及建立居民数据库 当然美国和英国等许多民主国家当局也广泛使用监控技术 但人权观察家认为中国滥用这些权力来镇压异己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官员驳斥美国的疑虑称 美国人是担心中国企业成功 尤其是在5G电信技术的竞赛方面 像中兴或华为等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技术领跑 中国是阿根廷主要的贸易伙伴和资助方 阿根廷将中国视为盟友而非威胁 中国外交部称 美国指责中国利用本国企业收集的数据是荒谬的 表示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守护者 阿根廷安全部长麦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居民愿意接受监视器的存在来换取更加安全的街道环境 他希望更进一步将系统扩展到包括面部识别技术 他表示任何守法的公民都不用害怕监控系统 这是用来保护他们的 然而联合国数据隐私问题特别调查员Jasef Konatasi 在近期访问阿根廷的时候 对路透社表示 阿根廷需要更好地审查其购买的安全设备和软件 他说我不关心你们从谁那里购买 你们不应该假定你所购买的供应商是值得信赖的 你们应该进行自己的隐私影响评估 他还提到联合国推荐的用于确保民众隐私权不受侵犯的测试 感谢您收看明镜焦点 嗨 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是不寻常为宇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轻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着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景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底界装记点点 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 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微信陪伴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看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明镜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